又一群小朋友 便用英文唱起儿歌 还拿起打击乐器 做出俏皮可爱的动作 让大家看了好苗玉 春神降临 丹安区大学里长吴佩玄 特别在杜鹃花开遍野时节 拿起铲子 带领大家亲手种下 美丽的杜鹃花苗 我们孩子可以亲自种下 这个植栽的一个历程当中 感受到我们未来的生命力 跟对教育孩子的用心 谢谢我们大学里里长 吴佩玄里长的支持 跟邀请 来了一百多人吧 觉得非常的开心 就是希望打造这个热热闹闹 而且不适教育意义的活动 希望我们的民众 一起珍爱我们的土地 包括大学里女儿 台北市副市长林逸华 也来共襄盛举 但要把花种好 里长特别请来了专家 交配包 像是挖雪深度 肥药运用 以及后续最重要的水分管理 都得要注意 通常如果里面的根越白的话是越好 今天来呢 其实我们就跟志工一样 动手自己来做这样的事情 那我觉得台北市民 常在这个水泥森林里面 有时候其实接触这种最原始的土壤的感觉 我欢迎所有的市民朋友 都可以来试试看 这种直接接触自然的感觉 其实真的会让你心中多了一分 很好的感动 它从那个土 PH值4.5到5.5才可以适合杜鹃花的生长 这样的姿势都告诉我们 所以今天没有听到的 明天请观赏台大的杜鹃花季的线上连结 中开根部 帆土在小心翼翼将花苗植入土中 包括明代 里内后处比 以及龙安国小幼儿园小朋友 大伙一同为更美好的未来许下心愿 希望在周边环境 甚至是自家花园 都能观想到杜鹃花 叉子咽喉的美妙窃影洗滴心灵 记者顾菜咏台北开放报道